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岁的女孩在上学途中被一个大叔截住 随后在一间废弃的厂房里 女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噩梦 被变态大叔侵犯了长达四个小时 这是2013年上映的韩国电影《溯源》 某半径70万人打出了9.3分的逆天高分 在全球电影排行榜上位列第36名 是韩国影史上评分第二高的商业电影 故事发生在韩国经济道西南部的安山市 女孩溯源从小和父母生活在这里 爸爸是一名普通工人 在一间修理厂工作 妈妈在城里经营着一家小超市 日子虽然过得并不富裕 但好在夫妻俩勤劳肯干 这让溯源的童年时光过得也十分安逸幸福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却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这天早上溯源像往常一样独自步行去上学 外面下起了雨 妈妈跑出来本想送她 可董事的溯源知道妈妈店里很忙 于是说自己可以走到学校 按照妈妈的叮嘱 溯源在大路上快步前行 然而就在她马上要走到学校时 一个浑身邋遢的大叔将她拦在了路口 眼看学校的大门近在咫尺 但周围却空无夜 无助的溯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变态大叔慢慢逼近 随后她被拖进一间废弃的厂房 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飞人折磨 等溯源再次醒来时 浑身上下已经遍体鳞伤 她用仅存的一丝抑制拨通了报警电话 当警察赶到现场时 溯源已经奄奄一息 此时立刻在城里引起巨大轰动 在邻居大姐的告知下 爸爸妈妈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出事了 他们立刻赶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 溯源的伤势特别严重 全身上下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就连脸上都被咬了一个大大的齿音 而最危险的是她肠道内的创伤 需要立即开复才能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 看着病床上惨不忍睹的女儿 妈妈顿时瘫倒在了地上 很快溯源就被推进手术室抢救 坐在走廊里妈妈十分自责 她后悔自己早上为什么没有去送溯源 甚至怀疑是自己指的路 才让溯源遇到了凶手 此时手术室里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溯源的肠道撕裂导致多处器官受损 当务之急必须将大小肠和肛门全部摘除 否则将会危及生命 然而这却意味着溯源将一辈子 带着人工排泄带生命 并且长大后也不会再有生育能力 为了让女儿活下去 爸爸只能忍痛选择地继续手术 经过医院的全力救治 溯源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趁没人时爸爸独自一人走进病房 她紧紧攥住溯源的手 强忍着泪水安抚女儿 医生先生先生说 我们我们数东刚都怪不得了 孕紧攥住了 我还是爸爸的工作 我以前一直在工作 我一直在工作 有帮忙的 他也只会被疑我 这段时间非常虽然 我一直在工作 宿源把凶手的体貌特征告诉了爸爸 他拜托爸爸一定要抓到这个坏叔叔 因为对方向着学校那边去了 宿源担心自己的同学会受欺负 听到这里爸爸再也绷不住了 等宿源睡着后 他扶着墙颤颤巍巍的走了出去 此时警方的调查也有了线索 他们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的指纹 得知情况的爸爸急忙赶到警局 可局长表示仅仅找到这些指纹 还不足以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必须有更加确凿的证据才行 爸爸听后顿时情绪失控 这时一旁的警察告诉他 如果想尽快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除非得到受害者的当面指纹 然而让刚刚脱离魔掌的女儿再次看到凶手 这无异于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烟 妈妈对此极力反对 最终在爸爸的坚持下 警方在医院里对凶手进行了录像指纹 为了让素颜配合调查 他们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心理医生 通过医生的耐心疏导 素颜渐渐放下了心理的戒备 隔在窗外的爸爸也向他点头示意 鼓励他帮助警察找出凶手 随后警方将嫌疑人的照片一张张翻给素颜看 当看到一个叫赵斗纯的男人时 他立马害怕地闭上眼睛 原来这个赵斗纯正是那天残害素颜的真凶 为了得到更加确切的指认证据 医生不得不劝说素颜再一次指出凶手是谁 最终素颜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伸手指出了凶手 一瞬间屋里的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而站在外面的妈妈早已气不成声 有了素颜的出面指认 警方很快就对赵斗纯进行了抓捕 得知消息的爸爸第一时间赶到警局 可这里早已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好心的女警见状赶忙将爸爸拉了出去 因为一旦她的身份被曝光 那么素颜的信息也将被媒体公知于众 然而即便是这样 素颜入住医院的信息还是被有心的记者扒了出来 看到新闻里的报道 邻居立马打电话通知了爸爸 爸爸听后急忙跑回到医院 带着素颜匆忙转移到其他病房 可在转移的途中他们还是被记者发现了 众人争先恐后地追了上去 情急之下爸爸只能抱起素颜向楼上狂奔 妈妈则在下面拼命地拦着记者 眼前的一幕让素颜茫然失措 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爸爸最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独立病房 可当她放下素颜后却发现 女儿肚子上的排泄带在逃跑中被挤破了 她急忙用毛巾擦拭泄露出来的排泄物 没想到素颜对此却十分抗拒 原来爸爸的动作让她想起了那段恐怖的回应 她撕心裂肺地大声哭喊 爸爸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莽撞行为让女儿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好在这时医生和护士终于赶了过来 爸爸只能躲在门口听着里面的情况 另一边妈妈也因为过于激动再次昏倒 怀孕三个月的她险些因此流产 一个原本幸福圆满的家庭就此破碎了 而自从那天以后 素颜再也不想看见爸爸 每次都把自己蒙在背嘴 即便爸爸哭着向他道歉 他也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而更令爸爸无助的事情也接踵而至 医院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为了让女儿能继续康复治疗 她只好打电话向工厂的领班求助 希望能将她的退休金提前预知出来 结果被领班大哥直接拒绝了 得知情况的邻居们也纷纷上医院来探望 曾经和妈妈闹过口角的大姐更是主动送来的饭菜 两个人面对着面瞬间哭成了泪人 此刻朋友的关心如雪中送炭一般 让这个遭受厄运的家庭看到了一点点光亮 与此同时 罪魁祸首赵斗纯也被正式送上了法庭 可是面对警方的指控 他却失口否认自己的罪行 他说那天喝多了酒 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对于现场的指纹和医务上的血迹 他也都找了一些无法证实的理由为自己辩解 没办法 法院只能以证据不足为由将他暂行收押 等六个月后再另行审判 这个结果另在场所有人都愤怒不 领班大哥气得直接把鞋子丢了上去 怒骂赵斗纯是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人渣 但这却并不能改变法庭的判决 为了帮助女儿走出阴霾 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 妈妈和朋友们扮演起素原最喜欢的卡通人偶 在病房里跳起了舞蹈 结果这招果然奏效 看着眼前玩偶们可爱的表演 素原不禁跟着摇晃起了手臂 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个操作让爸爸也突然有了灵感 他想如果自己能扮上这些玩偶 那他就可以在不伤害女儿的情况下 留在他的身边照顾他了 可是面对高昂的服装租金 窘迫的爸爸却犯起了烂 他只能询问老板能不能分期付款 老板呢 稍等 久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还没有了 我还没有用 我还没有用 我还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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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 我还没用 谢谢 是 夜里爸爸穿上卡通服走进了病房 看到素原正在看他 爸爸下意识地转过了身 但很快他就调整了状态 小心翼翼地走到床边 他不敢出声说话 只能用画画板和素原写字交流 临别时女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让一直以来愧疚的爸爸无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爸爸每天都扮演卡通人偶陪伴素原 甚至成为了医院里其他小朋友的团宠 而在心理医生的疏导下 素原也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告诉医生 自己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去好好上学 他好想和同学们在一起玩耍 可他又害怕自己这副模样会被大家嘲笑 然而他并不知道 自从这件事发生后 同学们非但没有嫌弃他 反而都在期盼他能早日回归校园 在素原家的门上 同学们每天都会留下许多鼓励和祝福的字条 就连学生家长们也自发组织起了募捐活动 在无数亲朋好友和社会人士的帮助下 素原的病情得以顺利康复 四个月后医院为他举办了温馨的出院仪式 可即便是这样 素原还是不愿意多看爸爸一眼 没办法 出院那天爸爸只能用一块白布将素原的视线挡住 可当车子行驶到出事的那条马路上时 素原的呼吸不禁变得急促起来 恐怖的画面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令他感到快要窒息 爸爸见状猛踩油门加速离开 下车后素原开始不停地呕吐 妈妈急忙把他带回家里 可当他们走到家门口时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家里的门窗上被贴满了祝福的字条 此刻素原才终于明白 同学们并没有远离他 所有人都在期盼着他重返校园 家里被邻居们打扫得一尘不忍 同班的小胖更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见到素原爸爸后他放声大哭 在那天晚上 待会一起去achen 等会一起去 没有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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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你为什么要乱掉 邻居大姐主动担起了送溯源上学的任务 一路上溯源用手紧紧地按着排泄带 生怕自己的意状会被别人嘲笑 殊不知在小胖的带领下 几个男同学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自觉肩负起了保护他的众人 然而当溯源走到出世的那个路口时 紧张的心又再一次提了起来 好在爸爸穿着卡通服及时出现 让溯源瞬间有了安全感 他拉着阿姨的手勇敢地向学校走去 为了避免女儿的心灵再次受到刺激 爸爸偷偷找到学校校长 恳请对方不要安排男老师与溯源接触 尽管这个要求有些牵强 但校长还是点头同意了 爸爸听后赶忙向校长表示感谢 完全忘了自己还穿着笨重的卡通服 可滑稽的动作并没有招来旁人的嘲笑 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这个爸爸为了保护女儿是何等的艰辛 在往后的日子里 爸爸不仅在上下学时会默默地跟着溯源 只要工厂里有一丝的闲暇时间 他就会穿上卡通服跑到学校 想尽一切办法让女儿开心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 溯源终于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并主动和同学们交流了起来 但爸爸的可疑行为很快就被小胖发现 面对小胖的疑问 溯源并没有回应什么 等到小胖走后 他立马转身跑了回去 你 爹 爹 爹 瓜 弱 阿 就这样 爸爸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步语 和女儿手牵着手回到家里 正在店里干活的妈妈 被爸爸的造型吓了一大跳 素源轻轻揭开爸爸的头套 用自己的小手为爸爸擦拭汗水 此刻的爸爸像个孩子一样一言不乏 汗水和泪水夹杂在一起 一时间全都流淌在了脸上 很快法院二审的日子也终于来临了 然而警方却告诉了爸爸一个不好的消息 由于赵斗纯一直以录像指认证据不失为由 向法院提交了多次申诉请求 所以这次法院要求受害者 必须出面当庭指认才能予以立正 否则前面的指认证据将被判定为文校 而且更令爸爸想不到的是 赵斗纯在收押期间 一直变称自己是醉酒后神志不清 如果这个口供真的被法官认定的话 那么赵斗纯即便被证实了是凶手 最多也就被判15年 甚至短的话 八年九年就可以出狱 听到这些爸爸简直无语到了极点 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二次伤害 他主动来到了拘留所 试图通过祈求的方式 唤醒赵斗纯的良知 然而身为畜生的赵斗纯 怎么可能主动认罪 他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改之心 反而还嚣张地威胁警告起爸爸 听到这些的爸爸 独自在探视房里哭泣 回到家后爸爸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妈妈 他说假如赵斗纯真的只被判了八年九年 那么那时的溯源也才不到20岁 极有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报复 为了让女儿不再受到伤害 爸爸决定就算豁出自己的幸运 也要亲手解决掉这个恶魔 然而父母并不知道 他们的对话被醒来的溯源听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在法庭上 董事的溯源主动出庭指认凶手 检察官让他再次确认凶手的模样 看到嫌疑员的照片 尽管溯源仍旧非常害怕 但为了让凶手绳之以法 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再次指认赵斗纯就是真凶 所有人听后都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赵斗纯的辩护律师却问了溯源两个问题 他先是问在凶手的身上有没有闻到烟味 溯源诚实地摇了摇头 接着律师又问有没有闻到酒味 毫无心机的溯源当场回答 那天确实闻到了很浓的酒味 然而溯源并不知道 正是他的回答 让赵斗纯有了辩解的机会 面对检察官的控诉 赵斗纯坚称自己那天喝醉了酒 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同时他的律师向法官递交了一份材料 证实赵斗纯患有严重的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 庭审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网络人 최우진소라세요 저는 정말 아무 기억도 나지 않습니다 너무 억울합니다 皮고인 끝났습니까 끝나다니요 회사님 제가 그런 게 아닙니다 저는 그냥 너무 술 취해서 아무것도 기억나지 않는데 제가 한 짓이 아닐 수도 있는데 在听完被告人的罪终陈述后 法官做出了终审判决 根据现场的指纹 以及受害者的指认证据 法官认定赵斗纯就是本案的真凶 而且作案性质恶劣 应当从众判罚 但由于赵斗纯是在醉酒后神志不侵犯案 按照韩国的刑法规定 其最高刑罚为15年 所以最终法院判处赵斗纯12年有期徒刑 并且驳回了被害人的赔偿申请 听到这样的判决 整个法庭瞬间乱作一团 所有听众席的人都愤怒到了极点 请注意 冷靜 好 我叫你 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的爸爸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幕 他拿起了桌上的名牌 静止朝赵斗纯走了过去 此刻的他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时 素源突然扑了过来 紧紧抱住爸爸的腿 看着坐在地上痛哭的女儿 爸爸的意识终于被唤醒了 他强忍着悲痛抱起女儿 然后在人们的注视中离开了法庭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最终被永远地憋在了心里 不久之后家里又增添了新的成员 爸爸给孩子取名叫素王 期待他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素源给弟弟做了许多好看的玩具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弟弟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或许只有受过伤的人才笑得最灿烂 因为他们不愿让身边的人承受同样的痛 电影至此全部结束 好了我是利哥 我们下期再见